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韩寒算不算得上青年领袖 这在国内是有争议 可是人家外国人倒是旗帜鲜明的把韩寒认定为青年领袖 这怎么回事呢 这是美国人干的 你要说这青年领袖 他领袖体现在什么地方 说白了就是影响力 现实世界的影响 精神世界的影响 那么2010年4月份的时候 美国时代周刊 发表了一个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个人的排行榜 韩寒的大名赫然列在其中 2010年谁最具有影响力 是女神卡卡还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呢 美国时代杂志公布2010年 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 200名候选人名单 中国80后青年作家韩寒 暂时排名前五 远远超过了排在第18名的奥巴马 这个时候美国人认为韩寒是绝对的领袖 可是咱们国内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 说这个韩寒怎么能跟奥巴马这些改变世界的人相提并论呢 说你看人家的影响力 奥巴马大手一挥 美国一打一打美元都印出来了 全世界都出生同货膨胀 萨克齐大手一挥 这摩射都成他老婆了 你看这现实世界的影响力有多大 但是我们说这个观点有点偏不得 你要按现实世界影响力 中国谁影响力大 搞拆迁的呢 他这一挥一挥 一片一片楼都没了 所以我们说这影响力还包括精神世界 那么精神世界的影响力主要指什么呢 以你的思想和观点去影响现在的大多数人 那么韩寒 作为一个矛头小伙子 现在还没到30呢 他靠什么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观点呢 他主要是靠思想的激变和交锋 也就是说韩寒呢 愿意跟别人搞个争论什么的 而这种争论呢 往往由于跟他争论的对象影响很大 他这影响跟着也起来了 我说到这可能有的观众朋友说明白 韩寒不就是骂名人吗 骂名人这仨字只说对了瓶 他的核心是他瞧不起这些名人 我举个例子吧 他在网上骂于秋雨 我们知道于秋雨是什么人物呢 你看着戴眼镜 西装革履的 显得先锋道骨 千千君子 无论到什么场合 那都是文化的代言人 我们的文化现在遇到了一个很尴尬的这么一个境地 我们在宏观意义上文化犯了什么病 文化图像慢慢的营造的机制是在形成过程当中 一种文化展示和文化普及的大口 对文化创造者 确实要保护机制和仰望机制 大家都认为他是文化文化 有的人说他装大尾狼 有的真佩服 说于先生就有文化 他自个都来劲啊 自个给自个认定为说 我是大师啊 或者一张嘴 我这个人一般不说话 但是说话就一定有文化 尤其是当了那个清歌赛听委之后啊 你看现在什么寒泪圈大家怎么怎么的啊 什么还冒出炸卷门之类这样的事 反正是风口浪尖上的这样一个人物 那么寒寒呢 一开始在他的博客里发表文章就说呀 有些中国的中年男人呢 好像是被运动给吓怕了似的 不坦诚 极为狡猾 也不老实 有时候愿意装大尾狼啊 背后有一些无法言说的个人目的 接着呢 韩寒就把大炮对着于秋雨开火了 你于秋雨这么虚伪那么什么的 把于秋雨劈了个够呛 而且这个论战在网上引起的风波也很大 那么韩寒不光是把这个话 针对说于秋雨对某个人 甚至对已经形成定论的一些人 韩寒统一认为这几位啊 文笔都不行 不名钓鱼 没有达到这个大家给他的那么高的荣誉 实力不尽 所以你想这种石破天经的论调 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关注 韩寒可不光是骂这些人 不光是局限于文学文化层面论战 甚至把处决涉及到社会方方面 包括演艺圈 你看去年刘谦 跟董青合作演那个魔术 把进井魔术把硬币叠 马上含含在博客里面就说了 说你这不对 怎么不对呢 这魔术啊 进井魔术手采 你得确实有功夫 你这可能好 你旁边的这什么桌子 茶杯 这都成你道具 都能做过的 这些人 包括周围的观众 包括董青 主持人 都成了你的托 甚至摄像师啊 给灯光 给机位的 都是你的托 一到你要到变的时候 他把机位挪开了 这太不道德了 也照你这么说 这种也叫进井魔术的话 那我能把宋祖英 直接变成宋祖德 我能把董青变成董洁 你这怎么说 你这不成了 话剧式的大便活人 骗人的吗 当然回过头留钱 就反过他 说你韩寒不懂 什么叫魔术 你这外行 往后吸的分析 整变 但是韩寒这番言论 在网上 确实形成了 很大的一个冲突 那么韩寒不仅仅是 说我刚才这些名人 有一些就是 网上的新闻事件 冒出来 里边 有一些他认为 值得批的 哎 噼里啪啦 一通开炮 那么说到这 你可能就认为 韩寒的影响力 是这么出来的 一个是攻击一些 有名的人 另外一个 韩寒确实 有一些语众不同的 比较叛逆的 非主流的观点 现在非主流 这词不很时髦吗 跟主流不一样 于求雨就代表主流嘛 刘谦上春晚 也代表主流 我就和你不一样 那么也就是 韩寒本身呢 他这种思想观点的交锋 来自于他骨子里 就是个极为叛逆的80后 确实韩寒打小 就是这么叛逆的一个人 他小的时候 有一次参加一个 新干店做了大赛 咱们可能有些 年轻的观众朋友 还记得 全国有什么比赛 出事的时候 得了一个第一 这老师一看他这文章 不可能啊 我当时看到了之后 震惊了 就是感觉上 我再回过头去看他的报名表 那上面有他的照片 我一看 哇不得了 这男孩子才16岁 我当时的确是非常兴奋 就是 那个文章因为写得太老辣了 就是 还有那种钱中书的味道 那么当时我们 我们里面编辑有 有一个不同的意见 说这个文章 会不会是有人捉到的 钱人带比 对对对对 所以说 就我们内部把它定为重点嫌疑对象 在我寒寒复赛的时候没来 这帮老师就琢磨了 可能不敢来了 后来一问呢 他确实没接到复赛通知 由于组委会工作失误 说这样吧 这个人才会漏掉 挺可惜 老师很负责任 就把寒寒的单弄来 你呀 自个儿在一个屋里 我们单给你出题 你写片作文 因为他是重点嫌疑对象 所以就是说 我们里面的一位编辑 就要出难题来刁难他 老师给他出了什么题 叫 就说 你在这个杯子里边 你怎么看一个人 这个题其实很隐晦 虽然给你无穷无尽的想象 但是作为一种议论式的问题 这标题太空泛 怎么选角度 还在文章里写的挺有意思 里边他有这么一段 大意识就说 咱们都不喜欢说大话的人 这个其实说大话没啥 为什么呢 就好像过去女人裹小脚 她见着正常脚的 她说 你这是大脚 咱们全社会都说 那低声下气的 明哲宝珍的小话 真有一个人正常说话 你反而认为他那是大话 你看 当时韩寒十六七分 就能从这种社会角度 来抨击一些丑陋的现象 所以老师一看 韩寒呢 确实是一个性格里很叛递的 上高中的时候 韩寒更来劲的 除了语文老师挺喜欢的 柯柯老师都认为他差当时候 七门功课不及格 学校领导没办法了 你不及格 让你蹲一街 或者是留级 留在高于学吧 你看还这样 学校提出两条道 第一条道呢 就勒令你退学 你成绩实在不行 回家带人庭 第二条道呢 你提慢点 我们给你个面子 你自个提出修学 知难耳退 哎 这韩寒一琢磨 还行 知难耳退 保留面子 提出修学 回家了 回家干什么 他那会儿那个小说啊 那个三重门 哎 这他名气很大 那本小说 已经写差不多了 后来这三重门出版之后呢 成了最近二十年 中国这个小说这种 发行量最高 卖了多少 两百多万车 我们这这百岁呢 每重印一次就加一种 加一起韩寒 一下得了五十万百岁 这是两千年时候的事 两千年五十万 不是个小数 所以这个事 在当时出版界 引起很大轰动 韩寒的影响力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但是有一家电视台 搞了一个访谈类的节目 把韩寒呢 和一个学术界的一个作家 找来了 然后坐这边讨论 所以说你这个五十万 拿这么多 我听说你的版税 有五十万是吗 差不多吧 陈老师我知道 你也出了十几本书啊 冒昧的问一下您 您的版税有五十万吗 这个为了保持 学术界的体面 我还是不回答真科问题 所以韩寒那时候 称得上年少多金 那个孙儿说 五十万百岁拿着 那你想想 那在国内是没有第二个人的 那么韩寒他的影响力呢 我们说 这都是文化层面的 可他自个儿呢 不是个安分的人 他不甘心 就在这些层面里头 发挥自个儿 韩寒小的时候 是个体育特长生 中山跑什么都挺好 后来为什么不跑呢 他觉得中山跑 到最后都要缺氧了 脸上表情太猙獰 不符合他想玩潇洒 因为我们说韩寒长得 挺像谢霆锋 挺帅的小伙 所以他后来喜欢玩什么 喜欢赛车 生死吃素 玩的就是出去 玩的就是新标 我当时买了一辆富康 因为我当时做了 非常系统的研究 我觉得杰达不行 杰达是东北的出租车 然后呢 桑塔纳是上海的出租车 我觉得我不能买个 出租车在街上开 我一定要做个性之选 所以我就选了个富康 然后开到北京去改装 结果他妈的一开到北京 发现富康是北京的出租车 当时找到了上海的那个车队 叫上海大众333 这个是全国最强的一支车队 在当时 车队老板说 那你过来的话 至少还能给我们做做宣传吗 那我们也不要你跑什么程度 我们说一般人啊 一个作家 或者说一个有别的生物身份的人 玩赛车 那就是票 我们知道 但是韩寒绝不得好 他在2005年获得了全国汽车场地 锦标赛的一支亚军 到2007年09年连着 获得了两届汽车场地赛的冠军 就已经玩成型了 确实是一个成熟赛车手 不可以对这场地 当就都把你呼吸 天窗不离 打开我的身体 这里 不及时就像这里 总别记 家族了玛丽 赶到地 看这些 连到100公里 谁敢为我会 你 我只能让你家族 你像我 我年末跟着 那么他的巅峰 在赛车领域是什么时候呢 2009年8月8号 在北京鸟巢 为了纪念北京安会一周年 意大利的国际米兰队 和拉乔奥队 来到鸟巢 打意大利超级杯 那么为了让这个比赛丰富点 开场有个电场赛 什么赛呢 叫王中王 什么赛车比赛 请的谁呢 喊喊 那边是谁 聊不得 出马赫 这多大腕 俩人搞一场赛车赛 接下来的 就是中国这场韩寒 对阵苏马赫的这场比赛 韩寒比赛开始 韩寒起步不错 他是在内道 两个人不错 在外道白色赛车的这次 苏马赫内道是韩寒 那么一圈过后 苏马赫现在已经是 首带领先 领先了不到两秒钟的时间 1.5秒钟 首先撞见 太着急了 两个人分了192 苏马赫的成绩 很可惜 我觉得他最后一个万 有这么大的失误 当然 韩寒 能力虽然挺大 那跟苏马赫车王不能比 但这个事也说明 韩寒在中国赛车界的地位 不是因为他别的名其他 是他赛车本人的水平确实高 那么韩寒 他的影响力 还借助着现代媒体 扩得很大 你看传统那些名人的影响力 写本书 上个电视 但是韩寒现在影响年轻人 开始借助了无线网络的这种影响 最突出的 韩寒写博客 他的博客现在点击率达到多高了 点击量 4亿多 你琢磨琢磨 有4亿多人次访问他的博客 他这影响力得大到什么程度 原先我还记着他这博客 没有那个名称徐敬蕾的 那点击量高 他不长时间就翻上去 就是大量的年轻人 愿意看韩寒写的东西 那么他愿意看韩寒什么 所以他写的东西小说吗 买本书就完了 不是 韩寒在博客里头 随着最近大概有30年 他的风格产生非常大的变化 他过去可能写一些自己的经历 什么这些小说类的东西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 开始以比较洒脱的文字风格 评论时事 他这里边有大量的时事评论 就是每当社会出什么新闻事件 他就稍稍有一篇评论 而且这个评论 往往观点独特犀利老道 一下能统认废管子里边 而且这里头他出言无尽 有人说他是皇帝新衣里头 那个敢说真话的小孩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他的博客内容 往往是真贬实弊的成分非常大 你比方说他很讽刺的说 咱们知道杭州出了那个七十码事件 把那个富家子弟标车本人给撞死了 在人行道上 他说我到杭州去走人行道 突然我想到不对 这个城市里人行道不安全 为了这个保我安全 我不走任性道 我乱传网路 他经常有这样风格的评论 还包括比方说 有些地方政府 不切合实际的管制老百姓的言论自由 有的时候这个侵害老百姓利益拆迁了什么的 反正这些诸多的不合理现象 结合着新闻事实 韩寒都与了一种辛辣的讥讽 讽刺个评论 所以韩寒在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 他的影响力真正出现 那么说到这 说到了我们今天一个观俏 为什么我认为韩寒 他符合青年领袖这四个字 不是他挣了多少钱 不是他能玩赛车 不是他多叛逆 骂了多少名人 最关键的是他把自己的鼻鼠 关注到了社会民生 关注到了普通人的疾苦 而且在他的文章里边 充满着对权力挑战的那种欲望 而且对权力挑战 包括对社会现象评论当中 浸透出了每一个公民 应该有的社会常识和良知 所以韩寒 我们确实去说 我本人也是搞新闻评论的 我看了韩寒的新闻评论 有时候我会认为 因为我的年岁比他大 我觉得他阅历有限 有些言论稍微偏激一点 图浅一些 这一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可是这个并不影响 我们对韩寒那种认可 他在他那个年龄 站在他那个角度 发出了正义良知的声音 而且有利于每一个人 具有公民意识 恢复到一种常识状态 所以韩寒在这个时候 没有辜负一个社会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 在现今社会应该负起良人性和道德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阔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所以韩寒真正的影响力 是教会了很多年轻人 要以一种批判的眼光 看待我们的社会 要以一种挑剔的眼光 看待我们的政府 要以一种常识的心态 来迎接这个社会理性的回归 所以韩寒真正的影响力 他作为青天领袖 我认为在这个层面 不在于前面我们说的那些层面 那么通过这种比较 我们也不难看出 跟韩寒经历很类似的 地位也很类似的 就差在我刚才说这个 这种社会公信力 这种社会良知责任 这种敢于批评社会的 这样的一种勇气 有人说 为什么韩寒敢于批评 其实这是有道理的 当初鲁迅为什么敢批评 国民党政府呢 因为他的吃喝穿淡 不受政府支配 人家自个儿挣钱 就是说一个真正专制的时代的时候 恐怕不允许公民有更多的言论 那么韩寒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 说明什么 毕竟这个时代比过去要开放 可是开放了之后 还得需要坚定的站出来 敢说真话的人 完成一次常识和良知上的启蒙 而韩寒我认为 他自己愿意担当这样一个决心 这就是我们认可韩寒影响力最关键的一层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说韩寒作为现在清前领袖 还是当之无愧 有很多中老年人认为 怎么韩寒最有影响力 他影响到我们了吗 这里就引出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为什么韩寒郭静明这样的年轻作家的书 一卖卖那么多 包括有些中年作家 你像郑元杰写皮皮鲁那个 还有一位女作家叫杨红英 写那个淘气包妈有跳的 他们的挣的钱也多 百岁也高 影响面也大 这是为什么呢 你想我们现在的中老年朋友 你看书吗 你平常枕头边有一本书吗 外边出一本新书 你有欲望买回来看吗 往往读书现在成了什么 年轻人甚至仅仅是学生的事 那么韩寒郭静明 郑元杰杨红英 在学生层面拥有广大读者 你说他能不挣钱吗 所以这个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一个 我觉得挺可怕的一个社会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中年人 迫于生活压力 甚至一部分三十多岁以上的青年人 都已经不读书了 那么这个不读书 你怎么样接受一种 灵魂精神上的洗礼 怎么样去改造自己 原先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倒觉得 这个从微观上来讲 这个社会在这上出现问题 就像我一个朋友跟我说 哎呀我那个孩子呀 这个武艺放假这几天呢 一本书也不看也不学习 跑到游戏厅玩去 我说这五天你干嘛 我打麻将呢 你看 你打麻将打那天 你希望你孩子在这读书 这怎么可能呢 所以微观上讲 我们社会这些中老年人 还应该继续保持 平面阅读读书的传统 那么从宏观上来讲 我那把总理讲了一句话很好 一个不读书的民族 是没有希望 所以我说 韩寒的影响力恰恰在这 不管怎么说 他就会 有钱